提到李鸿章,大家都能说上两句,比如洋务运动的先驱,北洋水师的总舵手,近代工业的奠基者,不平等条约签到手软的中堂大人。 但是提起义山,估计很多人不是很了解。 其实,义山在近代史上的名气也很强,只不过负面情况比正面情况多得多。 李鸿章好歹落了一个褒贬不一的结果,但义山这家伙基本没啥正面情况。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,与英军签订广州合约,义山是康熙帝的帝师四子印之的玄孙,这个印之就是电视剧里担任大将军王,代替康熙平定藏区的那个皇子。 印之的确神勇过人,可万万没想到他的后代里会出现义山这类人。 由于是皇族出身,且又对皇位没有威胁,所以义山自然得到了重用。 清朝的君主都比较喜欢任用自己人。 早在1838年,啥正式功劳都没有的义山就担任了伊犁将军。 1841年,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,到光帝荒不择路,撤了林泽徐和齐山,将伊犁将军义山调到广州来主持大局。 伊犁收拾自己人还算凑合,对付外地,简直一塌糊涂。 甭说战力如何,就他那个未敌不前的心态,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了。 他到任以后,英军就已经攻破了虎门,看到兵临城下的英军后, 伊犁之前的雄心壮志瞬间就没了。 广东当地人想要起兵抗击英军,结果却被义山诬陷为乱贼。 按照义山的思路,紧接着就要投降谈判了。 这个时候,手下师爷提示他,不打一仗的话,军想没法报销不说,将来向上报谁立功谁有过,也没有由头啊。 义山恍然大悟,当晚就派人偷袭了一次英军,结果大败。 直打了这一次,战败以后的义山立刻就在城头上竖起了小白旗,宣布向英军投降。 几天以后,在英国的逼迫下,义山与义律签订了广州合约,满口答应英军赔款,退兵的各种无理要求。 可以说,没有义山签订的这份广州合约,就未必会有之后的南京条约。 义山到任后,只顾着防备当地人起兵抗击英军,却从未真正考虑怎么去对付外地。 镇守伊犁时,义山与沙俄签订,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上章程。 论签订不平等条约影响之大,数量之多,李鸿章当然不让。 但若论在近代,谁打开了与沙俄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潘多拉摩河,那还得是一山。 自从1728年,沙俄和清朝签订了《夏克图条约》以后, 其实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,除了图尔护特不东归时,发生了一点摩擦外,双方一直平安无事。 那时候,清朝国力强盛,沙俄不敢东亏,反倒是和清朝做起了生意。 没办法,清朝的瓷器、茶叶和丝绸等商品,在欧洲实在是太畅销。 他们利用《夏克图》这个贸易点,挣了不少外快。 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,沙俄忽然回过门来, 嘿,原来清朝衰败了呀!英国是西方列强,沙俄不也是吗? 清朝能跟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,难道就不能跟沙俄也签两个? 脑子转过弯来的沙俄,再次把侵略的目标看向了东方,为入侵清朝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 大家最熟悉的还得是1858年的爱魂条约。 实际上在此之前,沙俄就已经和清朝签订过一份不平等条约了。 这就是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。 1847年,沙俄派了个代表到清朝,要求清朝对他们开放塔城,伊犁和喀什这三个地方作为通商口岸。 那时候,清廷还是有点脾气的,过去一百多年,沙俄独占恰克图贸易的好处,这已经很过分了,沙俄凭什么要求这么多? 因此直接给否了。 三年以后,1850年,沙俄再次提起了这件事,而且口气比过去要大得多。 恰好当时担任伊犁将军的就是乙山。 别问乙山为啥又付出了,问就是裙带关系很重要,毕竟是康熙的后代。 虽说当年被判了斩监后,但仅仅过了三年,人家就官府原职,再次担任了伊犁将军。 乙山上折子表示,根本没办法拒绝沙俄的所有要求,咱们还是酌情答应一些为好。 当时清朝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,压力非常大。 如果这个时候得罪了沙俄,估计无法应对。 因此,这事交给了乙山全权处置。 除了喀什没有开放以外,乙山答应了沙俄的所有要求,并且与之在1851年签订了。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,将伊犁和塔城作为贸易点对沙俄开放。 这份条约是清朝在近代与沙俄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。 因为条约内容基本都是按照沙俄提出的要求来写的,清朝方面根本没有自主权。 可以说,乙山在这事上负有主要责任。 如果不是他谈样人色变,一味地对沙俄退让,事情根本不会发展成这样。 担任黑龙江将军时,乙山与沙俄签订爱婚条约。 1855年,乙山调任黑龙江将军。 没错,这家伙又来祸害东北地区了。 当时,沙俄已经从乙山那尝到了甜头,大致了解了这位对手的尿性。 为此,在乙山到任以后,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, 便不断开始入侵外新安陵以南,黑龙江以北地区。 他们甚至公然沿着黑龙江顺江而下,沿途屯兵设立哨所,兴建堡垒。 乙山得知这个消息以后,消极臂战,根本不敢和沙俄掰手腕,纯当看不见。 这可把穆拉维约夫高兴坏了,原本人家只是想试探一下清朝,没想到清朝的这位将军这么怂。 1858年4月,穆拉维约夫要求乙山谈判,把国土边界重新分割一下。 穆拉维约夫的要求是以黑龙江、乌苏里江为新界限。 但乙山表明,此前尼不楚条约中已经规定了,以外新安岭为界,怎么能毁约呢? 在沙俄的拳头面前,条约无异于是一张废纸。 穆拉维约夫呵呵一笑,当天晚上就在爱辉城对岸,放了一晚上跑。 第二天乙山起了个大早,立马跑去乖乖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爱魂条约。 正是这份条约,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了沙俄。 同时,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多万土地也成了共管区,其实就是案板上的肉,坐等沙俄吃到肚子里去了。 穆拉维约夫非常高兴,签完月以后,将义山称之为我的挚友。 正如多年后,沙俄代表称呼李鸿章一般。 值得一提的是,爱魂条约需要皇帝盖章才能生效,但当时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。 这说明一件事,义山割让给沙俄的领土根本没有得到清政府授权。 你说这位仁兄胆子大不大? 中俄北京条约,签顶后,义山一度翻身。 由于义山成了穆拉维约夫的挚友,所以就连清朝当局也不敢动他。 当时清廷只是将义山革职了事。 等到1860年,沙俄怂恿英法联军攻入京城后,又逼着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,义山的事情才有了新说法。 最初,清廷否定了义山签订的爱魂条约,并且对义山弃之不用。 可中俄北京条约不仅承认了爱魂条约的合法性, 而且还把乌苏里将以东贡管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也割给了沙俄。 这么一来,义山就不用背锅了呀,清廷都认账了,那义山还能有什么罪? 为此,义山不仅成了御前大臣,而且还被封为一等真国公。 有这样的大臣在清廷核心部位上班,请问清廷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呢? 可以说,除了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,义山都是自行其事地与敌国谈判,大肆出卖中国利益。 尤其对俄罗斯方面,几乎是私下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,简直胆大包天丧心病狂。 当然,俄罗斯很可能巨额利益贿赂了义山,所以义山才会如此疯狂。 因此,国家失地,义山吃饱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这么一个一生都在卖国的卖国贼,义山却一路官运亨通。 爱魂条约签订后,咸丰将他革职,但很快又复其用,1878年才病死在北京。 谈及近代百年屈辱,人们总认为是中华文明之错,儒家之错,武器落后等。 但义山这样的存在,却能一路官运亨通,或许给出了另一个答案。 如今,我们知道爱魂条约等等,但对传奇卖国人物义山却先有耳闻, 对李鸿章却骂声四起,还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我们下期见。